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妈妈 我饿了 妈妈 用你的钱 你一点旧情都不酿了 我的心已经全部给了一块 我宣布王军凡 腾为老黎家酿酒房的第六代传人 王军凡 你不走正路走邪路 就不怕遭报应了 我要让你们彻底闭嘴 这是什么 剑机行事 让叶云来多变得一样 你要再不收手 小心丢云 叶云来 确实有点爱意 如果想办法把他给踢出去 这是不好办 等我伤好离后 早两个一起 离开酒房 叶云来 在这指天发誓 绝不再挑小桃红第二的招牌 小桃红 你那么容易 来人去追 这是我们师兄弟俩之间的事 放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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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么做 才能把你放我们一家人走 要非得走 你得把你这双手 留在酿酒房 看普法故事 品百味人生 您现在收看的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陈夺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开年大戏 幸福似水流年三部曲的小桃红 诗云天不老 情难绝 心似双丝亡 终有千千结 跟叶云来此生 诗志交臂 使李静然内心永远的伤痛 但爱终归是爱 既然不能跟你长相厮守 便要放你自由翱翔 李娟万万没有想到 是李静然最终放了自己 和运来一起生路 想到李静然为了父亲的重托 为了离家酒房的延续 不得不困于 跟王军凡的婚姻牢笼之中 他的内心也是悔恨难当的 但是眼下确实是离开的最好机会 这次他们能顺利离开 就此摆脱王军凡的折磨吗 运来哥 嗯 我们连夜走吧 这样明天晚上 我们就可以到老家了 真是想想都高兴地睡不着觉 是啊 离开家这么多年 还从来没像现在这样 这么想家呢 运来哥 我们回到老家就清静了 一切都会好的 我都想好了 等我们回到老家以后呢 就开机墓地 我呢种菜种粮食种花 你呢就在家做做饭啊 照顾老人啊 照顾孩子 咱们两个就这么整 平平安安 清清静静地过一辈子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看吗 好看 自写得真好 时辰一到 准备点酒 酒房人民 新向党 红亮阳光 赵九刚 午夜发达 六绪旺 农工兄弟 喜洋洋 离家酿酒房第六代掌柜 王军凡 带领酒房弟兄们入房点酒 一举成功 好酒出销 让孩子们到别处去玩 酒房种地 危险 报出去 报出去 不许玩去啊 快 这 入房点酒了 你们都收拾完了吗 收拾好了 那赚你时间走吧 晓晓 晓晓晓晓晓晓 晓晓人呢 刚才还在这儿呢 我跟他说别乱跑啊 行了 快别说了 赶紧找找去吧 糟糕 他不会跑酒房门口玩去吧 这样 这样子你去后院 运来 你去村头 我去酒房门口看看 好 姐姐 你看 这好多小鱼啊 对呀 哎 方子 你看 有一只好大的鱼啊 在哪呢 来 在那边 那呀 方子 救命啊 方子掉进水里了 救命啊 救人啊 方子 救人啊 方子掉进水里了 晓晓 你在哪儿呢 晓晓 晓晓 救人 救人 怎么回事 放死了 怎么了 放死了 快说 丢到他丢水里面了 来人哪 快走 快走 走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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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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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筋了 抽筋了 救我 快 大部 快 快快 快抓住快 快快快快 救我 快快快 快快快 快一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见你了,出来了,别在那儿藏着了,再不出来,姨父可就生气了啊 我数三声,一,二 小晴,刚才看到什么了? 爸爸,淹死了 怎么淹死的? 姨父,没有去救爸爸 不错,姨父去救了,没救上来,记住了吗? 不是这样 是的 这听话,是爸爸自己淹死的,姨父去救了,没救上来,知道吗? 如果你在外面看,胡说半个字,就半夜扔到这酒缸里去 胡说知道吗? 不,不好意思啊 记住了吗? 记住了 不准胡说知道吗? 知道了 知道了 后面看,我已经睡了 我说你不睡了 我来了 知道了 我来了 你没饿 老板 怎么回事啊 我们该走了 你快起来啊 我们该动身了 全家 你别打了 人都没了 你滚 我们要带着孩子 回岳流庄老家前 我们不是说好了 你要开几亩地 中餐 中花 我要做饭 带孩子 照顾老家 要离开酿酒房 回去过清净的日子 娟子姐 你就别再说了 不 不 我要说 这回 我们谁也别想拦我们 谁要拦我们 我就跟他拼命 不咨人 不咧 不咩 姐 姐 姐 不是 不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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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最终还是跟李娟擦身而过 当年怀着愧疚嫁给运来 运来是以德报怨坦诚相待 他于是把心都给了运来 而今换来的竟是天地两个 而黎靖然更是难以释怀 无法接受这样一个事实 随着叶云来的离世 李娟和黎靖然两个人的内心支柱轰然倒塌 走向了更为落寞的境地 而更为可悲的是 这一切一切牢牢地落开了年幼的 叶小琴的心理影响了她的一生啊 你还干嘛 你是我姐夫 你不要回来 现在已经没有人爱舍了 你还怕什么 我有中小在世 什么中小不中小 师父和玉兰的在天之灵 在天上敲着她 自大云来死后 沉浸在悲伤中的我 忽略了小琴的变化 她变得越来越古怪 脸上从来也看不见笑容 直到多年之后 蕴兰的死因真相大白 我才赫然明白 在她幼小的心灵中 早已经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姐夫 姐姐 什么事 我想带着孩子们搬出去住 搬出去住 为什么 在这儿不是住得好好的吗 我主要想替孩子她爸守孝 我们孤儿寡母的 住在这儿不方便 可这儿也是你的家呀 我毕竟是嫁出去的人了 现在又是带着仲孝的寡妇 还住在舅舅家 怕人说不激励 有什么激励不激励的 想那些干什么 再说了 你看这酒坊 进进出出的都是男伙计 寡妇门前是非多 搬出去住 方便些 是 既然你提出来了 想必也是想好了的 想了很长时间了 那你打算回叶刘庄吗 我回去 老家的人 我都不熟悉 再说了 这样回去 怕不合适 那你打算怎么办 搬去哪住 就在村西头 离家不远 回来也很方便 行吧 那就这样吧 姐 你放心 我每天都会安时安点回来帮厨 厨房的事情 你不用担心 也好 毕竟 这儿也是你的家 住得近些 方便照应 再说了 我也舍不得方子 我每天都会回来 照顾他的起居 好吧 姐夫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那就这么着吧 我机运来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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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姐 东西都给你放屋里了 你就慢慢收拾 以后有啥事 尽管粘语 谢谢 丁叔和兄弟 孙姐你别客气 都有自家兄弟 有事尽管说 以前 我也有对付 终于来各的地方 所以能帮把手 我高兴 对 姐 你以后就把我们当亲弟弟 有事 你就说 好 好 一定 姐 那我们先走吧 我 对 这个 我 couldn't 我 你的 爸爸 以后这里啊 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见鬼了 怎么回事 房间里你的东西怎么不见了 以后我就搬到这正房来住了 方便给父亲上心 你到底存在是什么心 我就想自己住图个清静 我能存什么心 你不是诚心让我难看吗 这要是传出去 说离家妞妞房掌柜的 老婆要跟他分房睡 你让我这脸我哪做 你还要脸 你什么意思 你要是要脸 你就不会昧着良心 去干那些伤天害理 欺男霸女的事 还好意思跟我说 你要脸呢 我不管 你搬不搬 我不搬 搬不搬 我就不搬 我现在就让你搬回去 你干什么 你搬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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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搬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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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晴 小晴 小晴乖 你看 妈妈把衣服洗得特别干净 你闻闻 香喷喷的 是不是 小晴 不难看 我就是不穿 你到底穿不穿 我不穿 你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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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话 你害怕 你害怕 出去玩 这一大早上的苦恼呢 哎呀 我说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也知道我来是什么意义 这房子拖了太久了 牛大哥 你就再宽欠几天吧 好不好 我就说你 你也就死心了 守着黎家酒房那么大的家业 你去找你姐商量商量去 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哎呀 俗话说嘛 这个 树子的 骆驼 别打大 刘哥 你在宽限我几天 我求求你了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 我这个人呢 心太深了 我就见过那女人 尤其是像你这样的寡妇 你这是干什么啊 你干什么 我教你怎么教服 你你给我回来 我回来 你说那边女主啊 这里怎么了 大妈 娟子 你这是怎么了 老牛 要胡来 牛大 你这人干什么 哎 三婶 他救我的房子不给钱 太勾引我 牛哥 胡说八道 是他主动拉我进的 要说 以身底战 牛大哥 你可不能胡说八道啊 你滚 怎么回事啊 你弄了啥呢 你大哥 好胡来 好啊 你是老牛 敢背着我 吃那屯 啊 放开 是他主动狗引我的 好啊 你这个狐狸精 狗引我老公 快来 我今天不就救了你 哎呀 你救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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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救了你 不要你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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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夫人快死了 多可怜呀 不也没什么事吗 别拉我 我今天被人叫 人家户里叫他喝 赶紧搬家 别胡说八道 牛子 把你老婆拉回去 走 快进去 等着我怎么收拾你 你给我回家 你给我等着 来吧 我去把你老婆拉回去 去哪里 那是 不吃 你死了 妈妈 你死了 对 妈妈 我饿了 妈妈 我饿了 小晴 你去姨妈那里一趟 让姨妈给我们一点钱 好不好 我不想去 在家里面 宝贝 来 咱们试试这件新衣服 这是过生日的新衣服 真漂亮 大小真合适 我们方慈啊 是天底下最漂亮的小姑娘 来 让妈妈看看 小强 怎么躲在这儿 怎么不进去呢 小勤乖 快拿去吃吧 拿着吧 来 拿着 来 这孩子是怎么了这是 这是怎么了这是 肯定是娟子的日子 过不下去了 要说他真是死心眼 在这儿过得好好的 非要承向自己搬出去 出去还能清静点 住这儿 阿猫阿狗的天天骚扰 他能清静吗 你说谁呢 说谁 谁自己知道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你 我挺好的 没事 你回吧 真的 叶运来 你来干什么 你还怕什么 要跟以前一样 你也不至于过这么烂的日子 姐夫 我叫你一声姐夫 你就看在死去的舅舅和运来的份上 你放过我吧 真的 你一点旧情都不酿了吗 我的心 已经全部给了运来客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好 今天我尊重你的意愿 你好好想一想 我还会再来的 我还会再来的 你不要我回来 现在已经没有人爱 我教你怎么教 他够了房子都给钱 太够了 真的好狐狸些 够用了 妈妈我饿了 妈妈我饿了 我还会再来的 小晴 东群 小晴啊 带着弟弟 去供销社买点吃的 去吧 走了 买吃东西了 我的妈妈 他爸 我来了 娟子 在家吗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救人去 行了 行了 娟子 娟子 倒杯水来 来 来 娟子 我这是在哪里啊 你这是在 鬼门关外啊 我要是晚来一会儿 咱们姐妹俩 就阴阳相隔了 姐 怎么是你啊 我不值得你救我 是我拆散了你和云来哥 我是个扫明星 我磕死了一个 还被人穿着几两骨 我不想活了 孩子们跟着我 受苦 受罪 挤一顿 饱一顿 我呀 我呀 想去找云来 说说苦 想去找舅舅 说说难 姐 姐 我知道你疾恨我 今生难解的空 你还不如让我去死了呢 别说了 我 我的心都让你给说疼了 刚结的疤 又裂开 我是恨过你 恨得牙跟着这样 可咱们毕竟是孤舅亲 砸断了骨头连着筋啊 我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呢 你说你傻不傻 糊不糊涂 你死了倒是一了百了 可孩子们怎么办 东群才多大 你撇下 云来的骨肉 酒泉之下 你怎么向叶家交代 对了 快去把孩子找回来 快 行了 别跟自己过不去了 我给你拿了些凉油米面 以后家里缺什么 你就回去拿 千万不能委屈了孩子们 知道了 那你好好歇着 缓缓身 一会儿孩子们回来了 你还得给他们做饭吃 我先走了啊 别起了别送了 你好好歇着 Hot 你在这儿干什么 在等你 哎呀 太阳大西面出来了 你等我 我有话说 哎呀 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 非要 那我的尿女房来捣乱 李娟上吊了 这里我们先来梳理一下 关于这一集故事的法律点 王军凡多次骚扰李娟 企图对他不轨 这样的行为 在当时将构成流氓罪 按照1979年的刑法第160条 聚众斗殴 寻性滋事 侮辱妇女 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 破坏公共秩序 情节恶劣的 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当时 该罪属于刑法重点打击范围 一旦被发现 可能获刑 房东牛子骚扰李娟的行为 也属于这个范畴 1997年 流氓罪被删除出 修订后的刑法 如果这种行为发生在当下 则属于性骚扰的行为 造成严重的后果 将会构成犯罪 另外 房东牛子骚扰李娟不成 当着街坊的面 说李娟勾引自己 要以身抵债 房东妻子 还当街辱骂李娟 这种行为都侵犯了 李娟的名誉权 流传百年的美酒小桃红 它的酒饮子 竟然是女人生孩子时 流下的眼泪 为什么 因为那眼泪里 饱含着幸福 因为那眼泪脱胎于疼痛 化成美酒 才清甜存香 这正如我们的生活 我们不遗余力地去追求自己认为的幸福 有的人不择手段 比如王军凡 有的人逆来顺受 比如李娟 有的人执念不改 比如临近来 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 饱藏了疼痛 能否脱胎换骨 还有待时日来丈量 名利全是 接受囊中 这没有填满 王军凡内心的欲望 叶运来的离世 李娟的轻生 生命的代价 能否唤醒他的良知呢 没有叶运来的离家大院 也失去了唯一的温情 剩下的是丧父之痛 是爱尽之伤 更为可惜的是 这种伤痛 沿及到了下一代 对叶小卿的命运 也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家河难求啊 心伤难补啊 离家大院的故事 将如何落幕呢 请各位继续收看 我们幸福似水流年三部曲的 小桃红第八集 你不要把活人往死路上逼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欺负你 我知道你呀 一直就惦记着养一只小猫 小猫 为了一世梦把孩子给换出来 动我逼人干净 精神分裂着 你以后不许跟他玩 那只猫呢 放哪儿去了 是我干的 小花 转火 他会把我女儿害死的 他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我怀疑 不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